一天比一天更差。 所以我們一天一天的優力就更多, 沒有平靜、沒有安靜。 因為為什麼我們親人也一個個老了會跟著我們說再見呢? 我們自己有一天也說再見了。 大家是不是有這樣的情話? 所有人都是這樣,你喜歡的爺爺,你喜歡的買奶等下都走掉。 接下來你喜歡的爸爸媽媽也要走掉了,自己都要走了,跟何方說別人。 對呀,我們自己也會走。 然後我們後邊的也就跟著走。 終於是就死了,知道嗎? 所以說我們前面的祖先、前面的祖先、輩輩他們都死掉,我們也會死掉。 我們後邊他們也是賴賴賴先傳,相信他們也會死掉。 所以我們要解決辦法,沒找到正確的解決辦法。 我們有這麼多次來來回回的。 我們有時候是美麗的女人,有時候是非常漂亮的男人,有時候是豬,有時候是狗,有時候是人,有時候是神。 它們沒有反 ainda嗎? увoutez finally so many people. 我們所以這個步驟仿互穿,我們都要 concise去了。 我們現在卻繼續地生存。 那么通过这么多的轮撞之后,我们自己失去所有的智慧,我们也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们总是对人生充满着失望的感觉,因为觉得做什么都好像没有满足,好像都不行,怎么办。 伯嘉瓦堂非常简单告诉我们,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假象、玛雅、蒙蔽。 这些都是错觉,所以一个聪明的人应该怎样做呢? 一个有智慧和聪明的人,他必须跟随一个有资格的灵性导师。 那么跟灵性导师住在一起,然后为他服务。 Guru, Devuta, Atma. Guru is like our Devuta, our soul, our heart. 那么灵性导师等于是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的灵魂。 我们要去跟随纯洁的奉爱服务。 去爱但是要纯洁的爱。 Ai Kante Vakti, one point mode, following process, pure bhakti. to lord. 为主窥洒去奉爱 庄医的爱窥洒一个。 也就是爱马达窥洒的心 总是来念诵, 安静的心 稳定的心 这样去念诵。 最近,我曾经参加加达。 最近,马达就去了家。 一个人在家里。 在早上,他在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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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祝福,祝福。 祝福,祝福。 祝福,祝福,祝福。 在10 o'clock, anyone cannot speak with Him. Mobile already stopped and chanted. 他說,那一個人很嚴格, 就是從早上到10點,任何人都不能跟他講話, 他的手機全部關起,然後他就唱送聖明。 他是一個生活商人,他也有妻子,有家庭,他是個機師。 但是,在10點之後,可以跟他講話,找他說事情。 所以他是很堅定的思想, 大家應該有一些規則給自己聽好了。 在這個方法,這就是最好的宗教去認識。 我們去祈求主的人慈,然後跟隨這種空愛的途徑。 然後呢,我們這樣去實踐,這就是我們的奉陷者的生活。 In his life, what he's doing? Everything can all have to see Christ. 就是一個人在一生中,做的什麼事情都好吧, 一切都供給主 Krishna. 就是一個人在一生中,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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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中。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用這種很簡單的祈禱的事節。 You are my mother. Oh God, You are my mother. You are my father. You are my friend. You are my relative. You are my 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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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ayu sarva mamadeva deva, you are my all-in-all jyabutta. Adharamantra everyone praying in Hindu temple. 印度人的那些庙裡大家通常是用什麼辦法來祈求? Kainabacha monosair indriyairva buddhaatmanabhano sitasasabhava karomijad yad sagalamparasmai kainabacha monosair indriyairva. In this life,kai body,mind,speech,our nature,and our corpo, our knowledge,what I am doing every day,everything I offer to you. Oh Narayana,you are my shelter,so I offer to you,you accept me. in this prayer mode praying to go in Sriman Bhagavata's food. Should devotee's life,how should you do? Every day chanting Sri Krishna's name. Sriman Suvadrani Rathamjapani, Janmani,janmani,karmani,cajani,loki,gitani,namani,tadartha,kani,gayam bilajyobhicharidha sangha. Hearing Sri Krishna's kata. singing his sweet name. Hearing his sweet name. And hearing Sri Krishna's all the love of the people. Hearing Sri Krishna's all the love of the people. Janmani,karmani,cajani,carmani,carmani,sarvim Sri Krishna. Worshipping the teachings. Gitani,namani,tadartha,kani. So singing loudly. When you go here,here,here,living here,here,living here,here. But always be the separate distance,no materialistic, 所以我們不管在哪裡都好住, 都是應該不要跟很多衣量與物質的那些人們一起。 也就是不要去感光享受的那些行為, 也不要經常跟他們有太近的糧一樣。 因為我們是很渤熱的, 所以我們很渤熱, 就是說我們與那些感光享受者有良意的話, 那麼到處都有感光享受的, 那麼我們要是靠心殺毒聖人的良意的話, 那些感光享受或者物質的良意, 我們就會慢慢地不喜歡, 我們就會慢慢地回避,就避開了。 我需要聖人的良意, 跟聖人的良意, 然後跟聖人的良意, 然後跟聖人怎麼做。 好, 我可以活著像巴拉的馬拉吉一樣。 那麼什麼意思呢? 就巴拉馬拉吉的例子就是說, 他因為在靈秀,然後他衣了一隻小鹿, 他就變成小鹿了。 然後他知道自己的前生是一個國王。 然後他就說我前生我是個國王, 那麼另外, 就說兩生四隻牆, 我現在變成一隻小鹿。 然後他就說我前生我是個國王。 就說兩生四隻牆, 我現在變成一隻小鹿。 但是現在我變成一隻小鹿。 所以他就變成一隻小鹿。 下一輩子他就變成小鹿了。 那當他在這一隻小鹿的身體的時候呢, 他就在記得前生的事情, 他就告訴自己, 不要再去給別人好了。 不然那我也會麻煩。 因為有很多新朋友可能沒聽過這種笑話, 所以我這樣補充一下, 聽明白吼。 所以他就在小鹿的身體裡的這個靈魂, 也會再告訴自己, 不要去給別人良意啦。 就這樣。 所以他就跑到那個廟旁邊, 跑到一個廟的旁邊, 他就說要跟那些聖人一起。 所以他進往一隻小鹿, 當時他在跟沙魯, 跟聖人一起。 就在那聖人的廟旁邊這樣。 那麼沙魯吃什麼? 然後有時候吃完了什麼東西啊? 他就放在那邊, 他就吃馬哈薩。 入住了一個房子, 一隻狗, 他就有一隻狗吃完。 那麼呢, 馬哈薩說, 去某家拉床坊的時候, 有一家人, 他們一隻狗做了。 非常有趣的狗, 很好玩, 在家裡,他的家裡,他的父親和他的父親 他們不喜歡一個奉承的。他們不喜歡一個奉承的吃, 他們不喜歡一個奉承的餐和其他餐的餐. 他的父親是很好奉承的。 他们的家里,在耶卡达市里,有很多伴侣来,他们在做凌达,批拔,批拔,所有东西。 就是不跟随耶卡达市的。 当这狗来到他的家里,在开始,耶卡达市里,他们给了鸡肉和其他食物。 那只狗干净到他的家里,他们就给了鸡肉和其他食物。 但是,他从来没有吃,他从来没有吃大米,也从来没有吃无骨的东西。 当他们给了鸡肉和其他食品,他们给了鸡肉和其他食品。 他马上就把他吃掉了。那你说,那只狗是什么狗? 所以,鸡肉和其他食品,他们在断无骨,他们在断无骨。 所以,鸡肉和其他食品,他们在断无骨。 这只狗其实也在断无骨。 有些人一定要给了鸡肉和其他食品。 所以,在这一只狗,他们在断无骨。 然后,鸡肉和其他食品,他们在断无骨。 现在,这只狗是更好的奉献者。 一只狗是更好的奉献者。 所以,这只狗是更好的奉献者。 好多人感谢婆罗门徒,当时不过怎么搞,就变成了一只狗了。 那么,马拉提都说怎么回事啊,怎么变成狗了。 然后,他会变成狗了。 然后,他会变成狗。 为什么变成狗? 因为,菩提讲过,为什么下一辈子变成狗呢? 在罗马亚里面的一个故事, 有一只狗就在路上躺着。 有一个婆罗门徒就走在那边。 因为年轻的婆罗门徒,他这样走过来的时候,他一看到狗,自然而然,人都是这样。 一只狗,朗着路,然后你就想把他踢走。 然后,狗就开始讲话了。 那只狗就开始讲话了。 然后,那天开始说话。 那只狗,那只狗,他叫了就去找拉玛的那个。 然后,他去跟拉玛叫,叫着跟他要说话。 他就两个爪子这样合起来,就求他要听他讲话。 每个人在那里都觉得奇怪,怎么一只狗跑过来。 那么多人都没办法阻止他。 然后,各个人就想赶快把他赶走。 但是他不走。 他就想祈祷了主拉玛。 后来主拉玛就说,好了,不用赶他走了。 既然他这样,我要听一下这个狗到底有什么要说的。 然后,主拉玛就跟狗说话了。 所以他说,你有什么问题啊?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为什么你会这样? 主拉玛就跟狗说话了。 因为主拉玛就跟狗说话。 因为主腰是asiuo 隐阳m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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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问题啊? 因为主拉玛就跟狗说话了。 所以他当时在用狗义跟祂讲话。 因为主拉玛是基督、ешьira在谷工的自体看到。 那只狗就跟他说, 我躺在路上, 然后, 一个年轻的佛罗门, 他就一脚把我踢了, 所以我感觉很痛, 他说我被他踢了很痛, 你把佛罗门叫过来, 然后你给他惩罚,我就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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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给他惩罚, 然后你给他惩罚, 那好,把你看一下那条路上, 是不是有个年轻的佛罗门徒, 趁着他, 他们就一找, 就真的找到那个男孩子, 把他带过来了, 那主罗马就问这狗, 这罗马就问这狗, 是他吗,是他踢了你吗, 是他踢了我, 他说是他踢了我, 他说是他踢了我, 他就问那个年轻人,他说,你是不是踢了这个狗啊? 他说是我踢了他一脚。 为什么你踢他? 他说,你为什么要踢他? 他说,他躺在路上啊,我就这样踢一下,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啊。 然后,罗马问他,你为什么要? 你为什么要踢他? 那么后来,罗马就问那只狗,他说,好吧,他承认踢过你了。 他也没有原因了,实际上他也不是上你啊什么的。 他就是这样自然地踢了你一脚。 那现在狗,你有什么反应?你想要什么抱负? 然后他就说,你给他的城华,是让他做一个圣庙的庙长。 那只狗就开始说,他说前生,我是这一个庙的庙长。 他说,他做这个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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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的城华,让他去当庙长。 这不是升官吗? 他说,每个人听不懂。 他们就问那只狗,到底那狗在说什么。 那只狗就开始说,他说前生,我是这一个庙的庙长。 这个庙呢,是在尼泊尔那里。 非常富裕的一个大庙。 他说,因为很多人僵狂,所以我把那些钱都用来感光享受。 然后我当时没有用来服务主。 所以我把那些僵狂的钱,我都拿去自己感光享受。 因此,我变成狗。 所以,因为这种冒犯,我用了神像的钱,我就变成了一只狗了。 如果他当庙长,如果他当庙长的话,他也会变成一只狗。 因此,我曾经见到Gurudeva的时期。 当庙长,我来到Mathura庙。 在Mathura庙,一家富人家,一家富人家,一家富人家来找Gurudeva。 Mathura庙,一家富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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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他跟Gurudeva说,他的丈夫死了,就变成一只狗。 然后他跟Gurudeva说,他的丈夫死了,就变成一只狗。 他总是来我的梦中,来寻求我。 My dear, I become a dog. Now I am leaving his house. So, too much painful. You must take from here and keep me in relation. Then I have gone to their house, my car. and that time the dog coming and moving in my feet. After that, I gave some money to them, and I took this dog. When this dog came to the house, at once he went, he jumped on his bed. When this dog came to the house, at once he went, he jumped on his bed. Always leave him sleeping, sitting on the bed. But the dog is very nice, very intelligent, giving food, eating, not making any disturbance, no dirty. so he is leaving him, he is staying on the bed and sleeping there. Then he is staying on the bed and sleeping there. Then Mataji told the Guru, so how should I do? You say, I means you, you brought the dog. But now again this Mataji is coming to the Guru. Mataji came to the Guru. You helping them to bring the Guru. No, I am there. That cat came and grew with the Guru. This demonstration world, we saw how to give him the Guru. S All of this, he is working working on the Guru of K grac da. S All of this at the beginning, I came to the Guru. I have seen, 那你現在說,媽媽,你再次去菇律爺,再問我什麼要做 然後菇律爺說,你可以這樣做,在你家裡搞個活動,七天講佛家瓦湯 然後,做那火劇,吉佛納湯,吉佛納湯,最後結實儀式 最後結實儀式,最後結實儀式,然後,狗會死,然後就得到解脫了 這就是一個程序 所以菇律爺說,她做到這個程序 然後菇律爺也就是這樣去幫忙解脫了那一個 然後那隻狗真的就死掉了,就去解脫了 剩下了,剩下了,剩下了 但是你問,誰會去那個城序,帶牠的狗回來 誰會去那些錢給牠的狗回來 我問你,你問,誰會去那個城序 帶牠的狗回來 因為牠剛才馬拉吉他說,哇,我就以為當時牠馬拉吉在 實際上不是那一個牠的妻子,跑到那個村庄 問了菇律爺之後呢,牠就跑到那隻狗買回家去 帶回家就跳上床去,是這樣 後來等於是菇律爺就講了七天的佛家法庄的課 在這裡就是把剛才說的那一點,更正一下 因為剛才我以為是菇律爺派提牠馬拉吉去幫忙牠 把牠的狗帶回來,其實不是 可是那個婦人她自己親自去那個村庄把那個狗帶回來 這一點就是把它澄清一下 然後呢,就是那隻狗就是這樣 那一個人啊,一個靈魂啊,在被不同的身體困的時候 是怎樣得到解脫,這就是教導 所以每個人都經歷不同的生活 所以每個人都經歷不同的生活 有時候我們是植物的生活 有時候我們過的是動物的生活 有時候我們過的是人類的生活 所以我們那種種生活都經歷過,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那種種生活都經歷過,我們都不知道 什麼動物的生活都系上 所以我們咱們應該明白真理的知識教導 它們應該把那些感恩享受的東西 應該把那些拋棄 慢慢慢慢 perché我們變得離口 慢慢地我們會地憂餓那些固執的 恐惱喜喜 réal forgot的感恩享受 那些恐惱禍的那些感恩享受 慢慢地我們將讓我們رتbel月令hando得取溫者的愛 那些 Division 他們會采現那些感恩享受 之後 我們可以強調之去清胖的慧善 我們免除錯覺和那一面一面,這樣我們就能達到靈性世界。 要不然的話,我們就跟普通平常的人一樣,沒有真理事實的。 還有一個就像我們以前的生事一樣,我們會裝置於物質的生生事實這樣。 就是生活嘛,就是大家都是為了吃飽睡跑,然後就這樣過日子。 然後就這樣生老病死,就這樣輪狀。 如果說沒有真理自私的啟蒙的話,我們如果說沒有去跟隨的話。 所以現在開始的,我們就應該跟隨這種靈修。 然後,不一量物質的東西。 更加的就是說更濃的愛,應該要把我們濃濃的愛、生生的愛,轉向主拉。 然後走進去。 這也是最好的宗教,也是最好的路線。 如果大家都這樣做的話,每個人都會很開心。 示範一下,我也藏著阿神。 好但是역時間pra ederim。 朝聖 içindeink fo老式的設計。 谢谢大家